大家好,我是酷子大摩 今天咱们来玩一款这款游戏哈 我的矿工事件 看看这个图标,是不是感觉很熟悉 没错,又是一款盗版游戏 这游戏界面还没跳出来 广告倒是来的挺快 手机内存严重不足 老哥,我用的模拟器 哦呦,还是全英文的 点击play 可以看到这个方块做的还挺仿真的 啊,这沙,这水 不错不错 在简单的移动操作下 并没有暴露出什么问题 好的,我们去那边看看某个奇怪的生物 啊,这个广告我们可以理解一下 做盗版也要掐饭的嘛 这是什么 这居然是头羊 石头做的 灰剑怎么打不到它 我去,尼玛这羊吓死我了 小东西长得真别致 现在我们录个树造个工作台 哦呦,这大白天的蜘蛛就出来溜达 还想钻沙子里 先不管它 打开背包先造个木板 这个建造机制还行 只要把它拖下来 诶,这玩意儿怎么跑到左上角呢 关掉重来一次 嗯,这木板怎么还在左上角 这系统居然抢老子的木板 什么情况 哦,好,抢回来了 哇,这个猪 该怎么说呢 火吃不错哈 这个羊居然溺水了 还挺真实的 掉了两块肉 品尝一下 还掉血了 我这不是创造模式吗 吃生肉掉血 逻辑鬼才 这狼,怎么的 也想吃 天黑了 来试试送的火把 效果不错 这居然还有苹果 录下来再研究 哎哎哎 掉僵尸头上了 啊 这近身了怎么不能会刀啊 难道说 要远程攻击 我去 这能隔空打怪 还能远程挖方块 看我这40米长刀的刀器 凌空批怪 我懂了 这游戏指哪路哪 根本不需要转视角的 吃个苹果 没反应 吃个腐肉 还是没反应 应该有负面效果吧 而且你这近视 都不带动作的嘛 我们现在往外面走一走啊 可以看到这个世界 在不断的生成的 这个盗版还是比较还原的 这怎么就闪退了 在登录的时候 又弹出这个 内存不足的广告 感情你这游戏 是故意闪退 来推销内存的 进去又让我清理内存 让我手机飞起来 自己广告的营销手段 我是裤子 我们下期见 拜拜